撇除这些微观茶余饭后的话题 用宏观角度去看 这份施政报告又为香港的朋友 带来些什么愿景 李家超星期三公布上任以来 第三份施政报告 标题是齐改革同发展为民生见未来 他一开始就明确表示 这份报告是回应今年7月 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已决 对香港要巩固提升国际金融 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的指示 李家超对指示提出的新措施 包括建立国际黄金交易中心 吸引国际黄金现货在香港库存 以带动投资交易 衍生产品 保险 仓储 贸易 和物流服务等相关产业链发展 政府向传媒放风 由于现在可容载150公吨的机场金库 已经处于饱和 政府会密释地点赔增容量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 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 受全球央行持续扣入黄金推动 全球黄金需求在今年第二季同比增长4% 去到1258吨 黄金价格也创历史新高 市政报告的另一项改革新措施 是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圈 去吸引中国企业在香港进行 有色金属为主的大宗商品贸易 进一步推动香港航运和贸易服务 李家超说 已经有国际大宗商品交易所 表示会在香港建立仓库 港交所2020年发表 大宗商品市场研究报告 指香港在这个领域根基上浅 相关交易的经济模式 有不少特有风险需要妥善管理 而亚洲现有的交易输楼 例如主力橡胶、铁矿石 和贵金属交易的新加坡 优势是接近商品的货运路线 和相关基建配套 金融方面 李家超就着目于强化香港 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业务输楼的地位 包括升级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配合在香港向离岸市场 发行国债业务的发展 另外会提升香港人民币 即时支付清算系统 夜间跨境服务能力 方便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全球结算 李家超又说 未来会提供更多 以人民币计价的投资产品 包括扩大人民币债券发行 争取国家财政部 增加在香港发行国债的规模和频率 以及尽快在香港推出离岸国债期货 去年是中国倡议一带一路战略发展10周年 李家超在施政报告经贸合作部分 亦都以一带一路为方针 包括争取和中东等地区主权基金合作 共同出资成立基金 投资中国和其他地区资产 另外争取早日加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正同孟加拉以及沙特阿拉伯 进行投资协定谈判 同时计划和埃及以及秘鲁开展谈判 期望今年之内正式签署协定 为了巩固提升国际中心地位 李家超指除了扩展欧美市场之外 亦都会继续扩经贸网络 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 这是整份施政报告 唯一提及欧美的字眼 除了经贸 周年教育亦都要继续一带一路化 李家超说会推进香港 成为国际专上教育书楼 提出建立留学香港品牌 政府会透过奖学金等 吸引更多境外 尤其是东盟 以及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 来香港升学 至于民生相关的新措施 政府决定以立法方式 制定住宅楼宇分间单位的出租制度 同时将劏房定名做简泊房 政府建议简泊房的标准 包括必须有窗 有独立厕所 面积不小过8平方米等 现时不合规的劏房 必须按标准改建 宽限期之后 业主出租不合规的劏房 或者简泊房 就要负上刑事责任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 早在2021年已经表明 香港需要告别劏房 有记者问李家超 是不是以简泊房 代替劏房就等于告别劏房 他说工作组进行研究的时候 部分居民赞美所住的劏房 说单位治安好 卫生好 面积符合要求 因此定立最低标准 去取替劣质劏房 对于外界担心 这样会令到整体劏房供应减少 而导致租金上升 住户无法负担 李家超回应说 香港现时11万劏房 估计当中三成不及格 而六成劏房户 符合资格上公屋 所以相信不成问题 变得只是四成左右的话 现有的供应量如果不变的话 甚至我取代了三成 有七成的供应量 去满足这个四成的需求 所以从这个宏观角度 那个数字是做到的 施政报告又指 连同简约公屋在内 未来五年 总体供应房屋供应量 将会达到18万9千伙 较本屋政府上任时的五年期 增加大约八成 相信供屋综合轮后时间 可以在2026至27年度 一共减少一年半至四年半 报告又提出多项楼市措施 其中金管局将会放宽 住宅物业的按揭贷款条件 不论物业价值、自用 或者公司持有 以及买家是否首置 按揭乘数上限 一律调整到七成 供款和入息比率上限 一律调整为五成 至于非住宅物业按揭乘数 和供款与入息比率上限 亦都与住宅物业看齐 调整至同样水平 不过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 直接指报告提出的房地产相关措施 佛善捉塵 指有关措施虽然正面 但仍然微不足道 而较早前 已经向政党放风的 宽减烈酒税 施政报告说 为了促进烈酒贸易 带动物流和储库 旅游和高端餐饮消费等产业发展 政府参考取消红酒税 带动红酒贸易的成功经验 由即日起 进口价200元以上的烈酒 200元以上部分的税率 由100%减到10% 至于200元或以下部分 同进口价在200元或以下的烈酒 税率就维持不变 不过在减税内容公布后 业界表现失望 说香港市面 8成半的烈酒入口价 都在200元以下 现时减幅市民和入口商的受惠有限 甚至是微不足道 预计措施长远 只会对推广贵价酒 和拍卖活动比较有帮助 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 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 等133名医护界与专业人士 联署反对降低烈酒税 说降低烈酒税只会鼓励人 饮用烈酒 质疑坊间鼓励消费的说法 这份以改革做主题的施政报告 一共提及改革字眼超过40次 在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希望李家超指明改革的方向 特首你都强调改革 看到似乎未必有一些很大刀阔斧的措施 或者一些改动 会不会都可以具体和市民讲 到底那个经济转型是转去哪里 改去哪里呢 整体宏观来说 整个香港是有增长的 增长的过程里面 有些人增长多些 有些人未必有增长 这个是经济转型期 所以当然某几个行业它是困难一点 所以我们就帮助它 那么在经济转型期里面 就有更提有转变 是一个转型期里面出现的正常现象 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呢 清晰告诉大家 现在就是转型期 如果你的行业里面面对一些挑战 你就要去尝试 去改革自己 进步自己 这个是第一 政府指明方向的责任 第二 政府如果政策可以帮到它 就会做 至于其他不同界别关心的发展议题 政府一如往年一样 表示会成立委员会 或者工作小组去研究 今年施政报告 就宣布成立最少七个委员会 或工作组 包括由政务司司长做主席 成员包括教育局局长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 以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等的 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员会 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 同样由财政司副司长做组长的 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 发展旅游热点工作组 以及促进银发经济工作组 另外律政司会设立推动 法律科技发展咨询小组制定政策措施 推动业界应用法律科技 教育局就会成立 数字教育策略发展督道委员会 推动数字教育 政府为了支持本地大学 筹建第三所医学院 也都将会成立工作组 邀请有意开设新医学院的大学 提交建议书 翻查去年的施政报告 李家超就一口气 成立了10个小组和办公室 而前年更加成立了 大约20个小组 办公室、委员会或部门 去年李家超在全份报告的结议强调 他坚信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 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今年的结议 他也都继续这个信念 国家是香港的最坚强后盾 无论是国家机遇 中央支持 和为港措施 都使香港得天独厚 我们必须找紧机遇 自强不息 凭着香港 我们所有人的智慧和经验 善拼敢赢的精神 必能够愈强越强 再创高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